Ao 了世界天天無心 大家好我是Ao 今天來看瑪雅人對上薩拉生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空心臨地 先來看一下大約12點鐘方向的紅色玩家瑪雅人 瑪雅人特色是他的支援勇氣的效果特別厲害 支援都可以挖的再更久一些 瑪雅人的工兵單位是有折扣的關係 所以很適合打這個工兵開局 後期的老英可以高達100滴血 因為有黃金國這個科技 那他的生旅科技比較可惜的地方是沒有救贖思想 所以遇到生頭戰的時候會稍微弱勢一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大約南方的薩拉生人 那這邊是6點鐘方向賽巴斯丁 賽巴斯丁是最近拿過一些比賽的冠軍 他的打法 他選擇這個薩拉生的文明打法是全能型的 不管是要打步兵、劍勇、強弩、馬弓、火槍、火炮、大洛馬、駱駝 而且駱駝還有血量加成 配重的話還可以讓自己的頭車 讓頭車還有巨頭傷害有更高一點 那伊斯蘭學院還可以讓自己全滿科技的僧侶 或者範圍補血的效果 這薩拉生真的是非常的萬人 想打什麼就打什麼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封建時代為什麼打 因為是帝國戰爭的關係 所以封建時代很早就開打了 所以我們前期的講解要盡可能說的 不然可能有一些精彩畫面會看不到 那到這邊開局呢 反而是走了雙軍營走老鷹飛 老鷹飛策略 老鷹飛策略最投誠的地方是 他的數量很快就可以成型起來 但反制方法也很簡單 轉弓兵或是轉肉馬都可以了 為什麼弓兵打得贏這個老鷹呢 最主要是因為現在弓兵單位 城堡實在是5點傷害 遠防3點的老鷹 射一下這兩滴血 數量一多的話50滴血還是很容易射倒 主要是弓兵數量還是要多起來才有辦法 所以前面還是要配個肉馬 配弓兵會比較能夠打贏這個搭配組合 那現在薩拉斯丁果然是按弓兵加肉馬 這邊再出毛兵的話是完全打不贏的 一定要出弓兵 左邊這裡要再稍微圍一下才比較安全 但是道德並沒有想要直接溜過來 反而是選擇了往後防守 對方弱馬的傷害其實很高 每一卡銀刀都是5加1的傷害值 傷害非常可怕 本來老鷹就是沒有防物力的單位 所以點了一點防物力也只有一點防 砍一刀還是5點 所以只要砍10刀就可以死一隻老鷹了 這邊點下了瓶種 直接把弱馬的血量拉好拉滿 再點個一防 攻堅時代最強大的單位就要出現了 瓶種 弱馬 一攻一防 哇 傷害值跟防弱率非常的好 那現在這個情況對於道德來說是比較難受一點的 因為他只有老鷹的關係 所以並沒有辦法做一個很好的搭配組合去壓制 那要打贏這個肉馬加攻兵的策略的話 最好的辦法就是把一攻給點下 把這個老鷹的科技權點滿 然後再去做交換會比較好 不然就是自己也要轉這個弓兵 出來打 或是轉個毛兵之類的 那不管怎麼做 打哪一種方式 馬雅人都不會有主動權 因為有這個機動上的限制在關係 你的老鷹追不到對方弱馬 所以很容易就變得很被動 好 那這邊主動攻擊 老鷹一直在被往後拉扯 而且這邊肉馬有品種的關係 現在老鷹就會變得非常非常難打 就是這個原因 你沒有主動權還會被人家追著打 這就是老鷹的悲哥 那這也是僅限於在封建時代而已 因為城堡時代老鷹就不一樣了 攻擊力直接給你加個3點 然後還可以再加個1點的2攻的傷害力 那施量一躲起來 這個整個畫風就會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道德這邊最趕緊的事情 是要趕快升到城堡時代 攻擊時代不要打太久 打越久就越虧了 好 那道德這邊有5隻聰明在挖礦 那這也是把石頭賣掉了 繼續按老鷹 那這裡一擊攻 要找個機會點一下 還是要存一下資源 直接點跟二房呢 老鷹往左邊走了 好 這套洛馬要衝得進來 哇 這個村民死得有點慘 直接被抓掉了四村 要把斯英這套洛馬真的是太給殺傷力了 好難受 有品種的肉馬 這是很耐扛啊 好 那賽巴斯林這一波沒有老鷹幫忙 現在有點尷尬 好 牆壁弄出來了 好 牆壁按一些 稍微擋一下 好 老鷹直接往後飛 看能不能抓一些村民 但道特應該有 大巴斯林應該有意識到 後面的這個村民 老鷹這個本隊不見了 後方的資源處就要讀書一下 欸 這邊有看到 這邊有看到人在吃 好 在吃斑馬 我們看到了 OK 後面的老鷹 終於點下了英勇士 英勇士點完之後 傷害力就很高 好 所以來射到火力士帶攻擊路兵7點 好 順利的戳死了一村 好 歐馬看著幫我拉回家 清騎兵待會要馬上點上 現在這裡的肉馬有9隻 點個清騎兵一定不虧 好 清騎兵先點 那更動技術 也要點一下 好 那這邊也可能會先點爐兵 所以攻兵數量也很多 15隻 還是點個二級射呢 好 所以就點了二防 然後轉騎士 清騎兵沒有打算升級 是因為這邊肉馬的血量很殘嗎 道特開始突然走了一個雙線 老鷹開始飛了 道特移上城堡時代 開始用自己的老鷹的產能 這個造價優勢 開始給對方壓力 好 老鷹的傷害是7點 騎士10點 差了3點傷害 還是有點多 但是現在老鷹的部分 還是有非常多的優勢在的 在城堡塞石 這個防禦率 來到了5點 遠防禦 招好對方的TC的春秒 是非常好用的單位 還有對方的工兵 那薩拉聖人要擋住 對方的老鷹爆的打法 最好的辦法就是出騎士 但薩拉聖的騎士 是不能升級的 所以他的騎士會稍微弱了一些 不然就是要轉清騎兵 然後轉工兵 到地獄世代 可以考慮用火槍 去反制對方的老鷹 或是轉這個長劍兵路線 其實也可以 當然薩拉聖 由於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的關係 所以還是要透過一些買賣 去調整這些經濟 效果會更好一點 造成這一波老鷹飛進來 抓掉了四春 這一波殺幾處直接大逆轉 正面的工兵也直接撞上老鷹臉上 這些工兵怎麼打 都是一滴血 人家遠防五滴 你的工兵只有四加一也是五滴 那你點完二級射 變成六點 打他 點五 還是一滴血 OK 老鷹直接撞上去洛瑪麗上 這一波打爆有點頭髮血流 但還是打輸了 老鷹跟騎士對戰就是這個畫面 好 但瑪雅現在的情況是 對方待會工兵轉出來 傷害就不一樣了 哇 直接撞城堡 哇 這個有點傷 好 那到達這邊開始轉羽毛劍射手了 這羽毛劍射手 自帶天生一點遠防的工兵單位 但射程也比較短一點 但他的攻擊速度很快 而且還有這個移動速度的優勢在 1.2跟0.96 差別還是有的 那現在羽毛劍射手的優勢呢 是他的體質本身也比較多 顯量50滴血 跟硬斑的工兵完全不一樣 工兵只有30滴血 OK 那現在這個情況 對於薩拉森來說 是比較好的一個發展 因為薩拉森的布工兵呢 是有這個打劍毒的額外傷害加成 就是如果要破陣去殺我對手 是很OK的一個選項 但如果真的硬上的話 可能會讓自己的距離全部上屍 因為這裡有劍塔 好 那現在弩兵升級好了 現在總共有35滴血量 對上5滴血的羽毛劍射手 右邊到達開始有走路多線 遠防一點也點下了 後方的清奇兵 稍微偵查一下 看有沒有人過來拖架 但其實都沒有偵查到 但是沒問題的 好 到達在右邊又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而不是後方的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所得偏前方一點 如果是要罰木頭的話 應該要到後方的地方開TC會更好 後面的木頭更多 這邊對射一下 大家算了現在 繼續走布工兵 布工兵的優勢造價便宜啊 這裡直接射掉了一隻 後面的勞鷹開始抓村民 騎士已經預判到了 但是如果這邊騎士漏頭 就意味著正面沒有騎士 但是其實瑪雅人正面也沒有老鷹了 所以要抓到這些工兵也不是那麼的容易 現在瑪雅努力在採羽毛尖射手 沒有額外的黃金採能 可以留給老鷹用 ok 那現在到達 最主要還是要把村民術先拉起來 現在薩拉斯人也是雙TC先開農一下 還是打架打得比較勤奮一點的 好 正面的部分TC中蓋好 奴兵只能往後撤 最主要奴兵前置的1.9 直接射掉兩隻生女沒問題 哇靠 道德這個直接極限射殺 好 這裡稍微微一下 讓這裡羽毛劍射手被追著打 有點腳傷又炸了一村 好 道德現在村民術是53對45 還是有優勢的 現在奴兵一直沒做到事情有點頭疼 道德的防守陷入非常的好 這裡都已經圍死了 右邊的話黃金礦也被城堡保護住 暫時防守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這些職業選手在西利國上 這麼強的原因也是因為他們的觀念很好 不知道該怎麼做防守 防守也是西利國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就是維加的部分 好 那現在道德是造了 道德是紅色 薩巴斯丁是造了25隻的奴兵 但是這個奴兵也沒有再繼續大量生產 有稍微斷一下 然後開始轉TC 先轉單刀球的樣子 那其實以大聲這個文明來說 他要直接射掉這根亮望塔 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所以這邊就確定薩巴斯丁為什麼一直 囤了這些工兵卻不去破牆 最近薩巴斯的破牆速度很快 剛才這些工兵一直往回家走 走來走去 在散步的感覺 沒有打出更多的DPS 像這樣偷一些農田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鐵深一點點 哇 為了抽這個田又死了兩隻 尷尬 好 薩巴斯丁開始有在敲 敲房子了 那種工兵敲房子在一般的文明來說 是一件非常自盪的事情 但是對於薩巴斯來說並不是這麼虧的 但是可以給到對方很大的壓力喔 好 後方這一坨 羽毛堅持的時候又抓到了一些村民 兩邊的村民數都很少 只有五十幾村而已 但到頭的分數明顯落後1000分喔 哇 這羅活1000分有點難追 那這邊是開下第三個PC 後面這裡 騎士直接衝到了劍塔下面 工兵又在散步了 往右走 哇 真的不要進攻左邊的黃金礦阿 好 這邊想要做個包抄攔截嗎 那我覺得這個包抄攔截好像有點困難 好 包到了一隻村民 好 道德也有彈道學了 但這些羽毛劍射手還在被騎士追殺當中 看來暫時沒有辦法回去了 這些應該可能都要死在騎士的刀下了 那現在薩巴斯丁 供兵開始繼續慢慢產回來了 32隻 那這裡要補一根城堡 想要把這個城堡東西給拔掉 我真的覺得這個城堡東西的位置 並不是這麼的優勢 畢竟這個伐木區域很快就伐晚了 而且又偏前面的位置 要伐木還是要到後方 這裡去伐木比較好 好 直接被蓋薄 那道德現在的資源量 還沒有辦法點T王實戰 兩邊打的就是一個打架流 但是道德的防禦做得更好一些 現在道德的村民宿是64村 那薩巴斯丁這邊騎士的配置也是很好 一直有配在後方去抓老鷹 羽毛堅射手 所以道德沒有辦法拖到更多村民 好 後面補了一根城堡 想要守住這一塊 其實 白金有點危險 但是有羽毛堅射手在前面 敵士在前面瘋狂走動 但是道德直接不理 好 往前後彈幾刀 這裡收村 好 喝了一下 兩下 哇 死了一些奴兵 後面其實也都被射倒 這一波交換 道德並沒有損失太多村民防守的 還算不錯 對方的工兵 薩巴斯丁 工兵數量反而是下降到 只剩20隻前線了 所以家裡的工兵再會合 總共才26隻 看薩巴斯丁 直接點下了帝王時代 買賣流 那道德這邊就危險了 那薩巴斯丁在生帝王時代的時間 應該不會有太多的打鬥 因為需要保存一些兵力 待會要進攻用的 那這邊還要去存一些木頭跟黃金 待會還要按去行動C 待會這邊還是要先做個防守 先用工兵做防守 好 工兵過來 這邊追撞到 哇 死了 死丁 這個攔截攔得好啊 好 果然還是有點意識的 直接學生我們都知道 這個時間點 如果生帝王時代 正面再跟城堡蓋起來 待會生時代的時候 對方已經想用盡力偷家 畢竟這個地圖很難為死 好 後面這個石頭挖完了 17隻村民 要不要到後面再開個TC呢 好 正面的羽毛尖射手 抽掉了幾隻工兵 好 又刷了幾隻 哇 道特這個羽毛尖射手 玩的真的是6 好 那現在分數 道特還是落後於對手 現在1000分 22隻羽毛尖射手 對上19隻的奴兵 奴兵要小心不要被對方貼太近 因為貼太近的話 可能會被對方吃光 因為體質上是劣勢的 所以這邊殺到C一直很巧妙的 去抖動 去拉扯這個跟對方的距離 那道特是想要一直跟對方縮短距離 好 這個就是羽毛尖射手的劣勢點 射程短 單工兵射程遠 好 巨型兜斯丁 開始出來了 好 直接點下強奴 再把斯丁走一個強奴流 好 後方的分隊工兵 開始刷野外吃野味的村民 後方這一坨羽毛尖射手 這一坨想要攔截 這個操著TC的傷害 吐足了非常多的箭矢的傷害缺失 哇 這坨羽毛射手 直接被射倒一片 十隻弓箭手 直接倒了 哇 這個攔截非常快 他們這坨強奴跟後面這坨弓兵 都有做到很多事情 道特可能沒有辦法拿到太多的優勢 現在殺到斯丁還是攻城 道特定用了STAT還有一分鐘 那現在這個局面對於道特來說是比較吃力的 那待會只有點下帝王時代老鷹 或是金銳羽毛尖射手 三攻化學 超有可能打得贏這一坨強奴了 好 現在工兵開甲也陸陸續續的補下了 現在道特支援非常緊湊 好 村民處已經下降到值三六十五村 然後塞巴斯丁這一坨 工兵也抓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九隻村民啊 哇 OK 後方這一坨 羽毛射手又走一個雙線 好 結果這根劍塔 反殺了一堆強奴 算爛 好 化學還閉不下 現在有點太窮 殺身現在已經斷村 斷村點工兵 為了點這個強奴 點到自己頭破血了 好 右邊的破兵趕快 找個機會 突破繼續 但是好像很難接近這根城堡 有人會說 為什麼這坨工兵不走到城堡下面了 那如果真的走到下面的話 可能剩下五六隻的強奴了吧 或是十多隻 那待會只要再拉一坨 羽毛尖射手過來一起 就解了掉了 所以其實高手他們都知道 這個方法 可能虐菜手用 有些外觀都會說 欸怎麼不躲城堡底下 這樣子 其實他不躲 是有他的原因在的 好 那現在薩巴斯丁 4點下的化學 好 1分10秒左右 那左邊的強奴 跟左邊的羽毛軍師手 兩邊還在對峙 薩巴斯丁 並沒有掉的清新 防守做的還是不錯的 好 這裡城堡開始拆除 拆掉了 三台巨頭 通常就可以拆回一根城堡 三巨頭就能搞定 現在後方 羽毛尖射手 又來了 現在羽毛尖射手 還沒有辦法點下精銳 甚至化學也還沒有補下 這裡要找個機會 點一下化學才行 不然這個射手的傷害力 是差了一些 那精銳要不要點喔 我覺得遇到 對方是打 糖武的情況下 羽毛射手是可以點精銳的 因為血量更多 而且遠方也會更好 所以羽毛射手 要不要點什麼東西 其實蠻看對方出兵的 那當然是能點就點 OK 那現在的打法 薩拉斯丁人是一隻強無突破 五千工兵打建築物正十塊 後面還有巨頭方拆 正地戰來說 薩巴斯丁是越來越有優勢 這邊點下了三級的工兵台甲 不點工兵台甲的話 很難跟對方快贏了 而且現在還沒有化學 好像打他也不是很高 這時候直接往前點 道德這邊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薩巴斯丁 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薩巴斯丁這一把打得真的是漂亮 直接進攻他的黃金點 那道德一直想要偷家 但是薩巴斯丁知道你會偷家 左右兩邊一直有強無在部署著 哇 這個是非常漂亮的部署陣型 工兵對戰的情況下 之前沒有機動性的時候 提超前部署就很重要 那道德這邊呢 反而是想一直逼低家裡關係 反而自己家裡的羽王先射手 數量不夠直接被一波帶走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有薩巴斯丁拿下支援上勝利 這個最後是3萬2 木頭贏了大概快要1000 黃金則是贏了 哇靠大概贏了3000多快4000了嗎 還是贏了4000啦 這應該是贏4000了 哇這有點扯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